这幅小画的灵感来自于妈妈相机里的一张蝴蝶照片 阳光下半透明的蓝色翅膀吸引了我的眼睛 也让我的画笔下不由自主地出现了波浪般的蝴蝶翅膀 缠绕画的基础是熟练掌握自己最喜欢最拿手的若干元素 然后把这些元素与日常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相结合 画出心里的一幅幅图景 缠绕画的好处在于主题的自由 画者除了依从自己自由地表达内心感受 不必被任何现实事物所约束 但是同时画者也不必回避头脑中对现实的反馈 可以把现实变形成任何自己觉得合意的形象 表现在画纸上 我个人来讲比较喜欢弧线和圆形 球形或者柱状的表面 这些元素对我来说 顺手画来不需要废脑子 只需要随着心情落笔即可 我也比较喜欢蓝草一类的上下交错的线条 形成疏狂而不乱的构图效果 这种构图的圆形是缠绕画的基础图形 立胶桥 我总是感慨 阴影是赋予缠绕画生命的最简单的方式 元素内部的阴影能让元素呈现立体感 元素外部的阴影则让元素晕染纸上 交叠的元素在交错的位置上添加阴影 更让画面形成多层次的透视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画一张缠绕画的时候 我喜欢随时给自己一个小奖励 那就是我不喜欢等待全部画面 都构建好之后再统一画阴影 而是随着添加新元素就随手给它上阴影 这就好像让画面一点一点地苏醒过来 整个绘画过程被一个一个的小奖励 链接起来充满了乐趣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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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